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寵伴360 我是主持人凱凱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的熱 我們也知道在夏天的時候 許多毛孩身上可能都會有寄生蟲的問題 不過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來到台大動物醫院 要拜訪一位非常厲害的達人 他要為各位觀眾解答 在夏天的時候如何預防毛小孩身上的寄生蟲 同時他也要為各位觀眾分享不為人知的獸醫故事 那事不易吃我們就走吧 Let's go 那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獸醫師王上林醫師 大家好 王醫師我很好奇 像我們人去看醫生的時候都有分很多科 那我們心臟痛的話去看心臟科 骨頭的話去看骨科 在動物裡面也有分這麼多細節嗎 其實在大概十幾年前的話 其實受醫並沒有所謂的分科制度 可能就是一家醫院頂多分科內科跟外科 所以可能是包山包海都看 可是隨著醫療慢慢的演進 那其實現在在動物來講 我們也有所謂的一個分科制度 比如說我們有腫瘤科 眼科 腎臟科 神經科等等 所以動物的主人他們可以依照寵物的狀況 他可以去選擇他適合的醫院診所去做診治 醫院醫生你這樣說我就很好奇 要成為一個獸醫 那他的SOP是什麼 如果是從內在方面的話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獸醫 可能真的你要很愛動 然後你要真的很願意付出 對因為這個是一個 有點辛苦的一個行業 但是如果是一個制度化來講的話 首先你一定要唸收醫系 一定要唸收醫系 然後畢業之後呢 順利畢業之後呢 然後需要經過國家考試 然後取得受醫師執照 你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能夠看證的受醫師 所以再成為真正的看證 這樣過程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受醫系 像我們目前為止 受醫系都是唸五年 然後最後年的話是在實習 確實了解 那你剛剛也有說到 其實這個行業真的不容易 那我也很好奇耶 受醫這個行業 他的工時也是像一般醫療業 都那麼就是高工時啊 嗯 其實工時來說 我覺得不只是受醫 我覺得醫療行業來講 可能都不是 都沒有辦法那麼的固定 比如說醫院假設 晚上九點要關門好了 都以一般的私人診所來講 如果今天八點五時有個病患 他很緊急的送進來 不可能拒絕他嘛 對所以可能開始做診療 之後他可能常常超過十二點下班 對於很多醫院來說其實是家常便飯 所以工時的部分其實 其實 嗯 確實超時工作的情況是非常多的 對 但是 這個其實都是以動物的福利為優先 對 所以比較 很多 很多受醫師其實就是拿自己的時間 去花舉動物的健康 因為也很多人覺得說 那受醫這個行業是不是也是非常高興 這個方面能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誤解實在是有點深 其實 我覺得受醫來說 基本上很難 很難用月薪去算 因為其實他的付出的成本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高 像我們除了一般的 比如說正常的上下班 比如說剛剛講的超級工作 甚至於我們有規定要做繼續教育 就是說其實你在往後的職業生涯當中 你是要定期的去 用私人的時間去進修去上課 要不斷的去醫學 對對對 要獲取學分然後你的執照 你才能夠繼續進 進行這個醫療整治的一個行為 所以這些額外的五行成本 你是很難去計算上去的 那醫師我今天其實也帶了一隻狗狗 想要給你診療一下 OK嗎 OK 那事不宜遲我們到診間去 走吧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我們的診間室 這是我們今天的小主角 烏農 跟醫生打招呼 來 烏農 那 王醫生我們也知道 夏天的時候啊 可能寵物身上都會有寄生寵的問題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預防比較好呢 唉唷 如果家中的寶貝平常是會出門的話 其實他每一次回來都建議主人 就是要檢查一下 他的皮膚上會不會有一些 呃 體外的寄生蟲 像是比如說跳蚤啊 或是避屍等等 尤其是烏農 他應該屬於就是 不是那種毛非常非常短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的毛 稍微剝開一下 那平時在家的時候 如果 比如說跟他玩的時候啊 也可以全身這樣摸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異常的 比如說 小寄生蟲 或者說體表有沒有一些 異常的一些小狀況 我們都可以藉著我們平常在跟他相處的時候 可以幫他做一個簡單的檢查 同時也是促進就是狗狗跟你的關係聯繫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像這樣的話 夏天通常多久洗一次澡會比較好 其實一般來說大概七到十天左右可以洗一次 那除了剛剛你說的要檢查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預防的方式 預防你說寄生蟲的方式 對 預防寄生蟲 其實現在市面上其實有很多預防 類似像跳蟒或避失的一些藥品 其實主要有一些像是 比如說口服的低劑的 其實他們各有優缺點 各有優缺點 大概一般來說大概是一個月使用一次 但是現在也有一些新的產品 它保護的效率可以比較長 它可以達到三個月 就吃一次就好 所以使用起來其實是蠻簡單又方便 三個月吃一次就好 三個月吃一次 那醫師像你剛剛有說到口服的藥物 它有分年齡或是體型的大小嗎 主要這類的藥物 大部分都是以體重來去做區隔的 跟年齡其實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UNO的話應該差不多六七公斤左右吧 嗯 算是小心一圈 如果是六七公斤來說的話大概是這個 所以說它其實你只要每三個月為它吃一粒 其實它就可以保護它十二週 免於這個跳蚤必死的一個困擾 三個月一次 三個月一次就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在使用上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嗎 這類的藥物的話它大部分都是跟節肢動物有關係 所以對我們哺乳類來講對狗啊對人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今天聽了非常多醫生您專業的分享 那想請你以這麼多年的經驗 然後可以想成為受益的一些觀眾 他們一些建議 所以這類觀眾應該年紀都偏小才對 都是學生 好 其實這個行業它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苦的地方 比如說你可能念的時間很久 然後你的工資很長 你的待遇可能不像你想像中的那麼的好 但是確實這個行業它可以帶給我們很多的成就感 當一個奄奄一息的病患已經在你的手上慢慢的康復 然後回到他的主人身邊的時候 其實那些都不是所謂的金錢啊等等可以去做衡量的 所以其實我很鼓勵就是對受益這個行業有興趣的一些青少年 如果你們真的對這個行業是有憧憬的話 希望你們能夠堅持下去一起加入受益這個行業 讓我們一起來救更多的動物 聽完剛剛王醫師的分享 在螢幕前的不管是觀眾或是學生都要堅持自己的夢想 加入受益的行業一起拯救更多的毛小孩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我們的王上林醫師 那寵伴360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個那個小動物 臨床小動物 小動物 小動物 狀瘤 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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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